我们的话呢是在1977年成立的 然后呢去伦敦只要坐一个小时的火车 然后呢去一个购物 这个非常有名的购物村的话呢 只需要19分钟 这个购物村有很多的这种奢侈品牌的一些 打折折扣 所以一般比较受学生的欢迎 下一个的话呢是学校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构 就是呢我们是有国际学生 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会有一个国际的学校 然后呢这里的话都是年龄稍微低一些的 然后的话等他们长大一些 然后需要到高中的部分 他们就会来另外一个校区 然后这些课程的话呢都是国际课程 都是那个无缝链接的 好 我们的话呢就是先 主要这个课程是 以这个英国教育系统为主 所以的话呢这个课程就是为了 给学生 一个机会去 使用这个英国的这个教育系统 第一个部分的话呢就是 一开始我们应该是先来国际学校 然后呢等国际学校读完了 然后的话呢就可以来到这种高中 高中读完的话呢就是可以去大学了 然后呢在学校里面的话都有专门的老师 帮学生就是说负责大学申请 然后给出建议 一般的话呢就是说在高中最后一两年的时候 我们也会根据学生的一个情况去带他们去各个大学参观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可能会更有动力吧就会想说如果我要去什么样的大学我需要考到什么样的成绩 或者是说呢他们看到了这些大学的一个比较他们也会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去下一个学校的一个动力 学校的成绩的话呢就是在高考中就是英国的高考如果是说B到A星这个应该是说最高等级就是A星然后下面就是A和B对吧 后面低的话我们就暂时不说我们是87%的一个B到A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成绩 说到这个国际部的话呢就是等于说英国的这种中考最高分的话呢是9分 那现在他这里给出的数据就是说最高分8分和9分里面他的一个通过率44% 所以说接近一半的同学都是拿这么高的一个最高分了 那这个現成很高分去实现我不分身 because it hurts guests for the faculty 中一个人的各位 смож 目前只会变得在这个研究里面和国家里面最深制的研究 这个数据的一个很年轻стрal per minute 这就是相关的压利现在我们来说 这个方nament的大学 是我们可能自己要忧维就是可戴健成这个技衡 我们就是人民帮大学也是算 人们姐妹方的belie 这个类人的家政制元 number 就是说它应该是说最好的1%的这个部分 我们学校的话就是说一个班大概只有11个学生 这样子的一个小班教育的话就是会让学生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 二的话就是在学习课程的调整上 老师如果要根据40个人去调整一个学习内容的话 肯定就比较宽泛 但是如果是只需要跟11个这样一个小班的学生去设置的话 就是课程会特别的针对性 在这个2019年学校里面的这种排名 就是说高中部的排名的话 这个是排名第六 所以说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排名 好 那我下一个 一般的话就是说2022年 就是说学生录取的大学 这里只是一些例子 比如说他们去了伦敦大学 布里斯托 曼大 伦敦大学里面的国王学院 爱丁堡大学 萨瑟克斯大学 杜伦大学 当然这里还有非常多非常好的 大学 所以这个的话你们都可以自己再往后看一下 那我就往后走 反正这个的话主要是想说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最后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最后都能去到非常好的大学 这个学生的话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总共就是说 只是说2022年到2023年这个学年 我们学校里面有47个国家的学生 所以的话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文化 然后的话这样也导致可能说学生应该更多是需要说英语 因为并不是完全一个国家的学生在这里 所以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帮助他们去熟练使用英文 然后交到国际化的朋友 好下面的话我们说一下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的话它是非常就是说所有的老师都会支持这个学生 然后的话呢我们主要是要介绍学生进入到这个英国的一个教育系统 会有这个的话呢10分钟走路到那个牛津的市中心 老师们的话呢都是有一些证书的 还有就是说不管它是英语方面的证书 还是说其他科目方面的证书 下一个的话呢就说的是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国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 这样子的话可以让学生有一个这种文化上的知识的一个交换 第四第五的话呢就是他们也会在很早的时候呢 就会去接触到高中 他们里面会大概学习什么样什么样的东西 或者高中生活是什么样 因为的话呢我们会使用运动活动 或者是说出去玩或者说呢是跟学习上有关的活动 然后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国际学校会跟高中部的同学 会有一些这样的接触 在第六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选择的科目 因为的话有一些小的学校可能只有那么一些科目 然后选择比较有限 但是的话我们学校就是说是有非常多的一个选择 这样子满足各种不同类型的学生 好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国际学校的话呢 第一就是它可以给学生一些时间去适应这种新的教学方法 比如说可能在英国它会更要求学生主动学习 主动规划 这个的话呢如果要是学生一开始是不习惯的话 觉得是要老师盯着他去做的 那可能一开始他就会慢慢的有一个适应期 就觉得原来老师没有盯着我 我这么久没有做到时候我考试不好 那我第二次他就会慢慢进入一个好的循环 当然第二点也会帮他了解到这个教育教学体系 比如说这里面每天有多少节课 然后呢每堂课的时间 然后包括课外活动怎么安排 第三的话呢就是提高语言技巧 第四的话呢就是帮助学生提高一些自信 让他们可以就是说在课上回答问题 或者在课上踊跃发言 第四呢第五的话就是说是在国际学生 他们肯定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个需求 然后呢我们这个国际学校就是侧重于国际学生们的需求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需要跟之前的课程衔接 或者有些人是需要一些什么技术上面的看护等等 最后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是给学生的话呢 就是一个快速学习或者考试这个中考的这个 只是说用一年去学习和考试这个中考 因为的话呢正常来说 大家要通过很多年从七年级学到十一年级 然后十一年考这个中考 但是的话呢这个也可以给学生一些机会 就是说用一年的时间去集中培训 或者是说最后考试 课程的话呢如果是13岁左右 他这个时候应该是说 主要是说让学生去发展自己的兴趣 或者发展哪些科目我比较擅长 然后到了14岁的时候的话呢 他就会有两年的一个为中考做准备的一个课程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他会有四到五个学期 因为在英国的话一年是三个学期 然后考试的最后一个学期 就是说最后一年的那个学期 一般都是考试周 所以的话呢 两年下来差不多就是五个学期的样子 如果要是学生是15岁再来参加这个的话呢 就是他就只需要用一年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一年紧张学习一下 然后在最后一个学期考试 学生的就是说生活 我们在这个这一章里面做一个介绍 我们觉得呢就是说 学生的生活到底过得怎么样 是决定我们这个学校好不好 所以的话呢我们是在周中 就是周一到周五 是会给他们提供一个非常紧凑 很完整的一个教的一个课程吧 然后呢比如说第一点的话 就是说一定是有跟考试相关的课程 第二呢就是说会给学生一些 领导力上面的一个角色 比如说有些人可以去做这个班 班上的一个小班长 或者是组里面的小组长 或者是说做运动的时候 他会是一个小队长 这个都取决于学生的兴趣 第三的话呢也会有一些专门是属于 个人发展方面的一些课程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是需要一些 就是说比较拖延对吗 如果是拖延总是拖延做作业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这种专门把学生放进 做作业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让他们养成一个定时学习的习惯 还有一些课外活动 比如说运动啊音乐艺术之类的 第五个的话呢就说的是 去学校外面的一些短途旅行 有的时候可以去一些剧院 有的时候会去一些博物馆 或者有的时候会去一些跟教育有关的一些旅程 下一个的话呢就是说 他可以有一个机会去学习更好的这种 例如说更高层的一个教育吧 就比如说如果你是属于觉得这个课程比较简单 你如果有更多的时间 你也可以跟学校的老师说 你说我想学习一个更难的 或者说更高程度的到时候老师会先测评你的水平 如果觉得你确实达到的话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说 学校的老师会去追踪学生们的学习成果 比如说每次课上的作业 数量有没有达到质量有没有达到 课后的作业数量质量有没有在一个 我们需要的一个状态上 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提前通知学生 让他赶快补上那些内容 好 下一个的话呢就说到了是 我们的这些理论研究啊 包括是怎么样去做一个更好的市民啊 然后这些知识 这些的话呢是属于在技术学校里面 会希望有这么一个部分 这个的话呢是只在国际学校才有 然后呢学生的话呢就会需要去 在三个部分三个课程里面去 发展出一些调查和批判性思维的一些技巧 第一的话呢他们需要 要研究一些理论 比如说怎么样去做一些非常有效的研究 分析这些学术的来源 然后的话呢需要用批判性的思考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 他们需要有一些这种非常活跃的 这种市民的这种精神 就比如说他们要做一个项目 然后这些项目的话呢 是为了让学生去做一个这种全球市民 比如说他也有这种全球视野啊 比如说要理解不同的文化啊 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要 这种理论知识 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批判性的 检查或者是说在这些脑子里思考 这些知识的来源 就是说有些来源它是可以相信的 有些来源有可能是你觉得它不对的地方 或者是说在这些影响上面 或者是说怎么 然后你也可以跟同学之间互相分享你的一个体验 然后的话呢这些也可以影响到学生们的一个认知 好 下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到领导力这一块 或者个人社会技巧 这个的话呢我们学校里面会有这种学生会 然后的话呢学生会里面会选这个 学生会会长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些国际的艺术节运动 还有一些音乐会 如果说个人发展的话呢就说的是比如说文化 刚刚来的时候有一些这种惊讶的地方 或者说文化上面有一些不能接受的 到时候的话呢可以在这里会有一些专门的课程 或者呢还有说怎么样上网怎么样去使用安全使用网络 在后面的话呢个人的财政怎么如何管理你们他们学生现有的这些金钱 然后呢就怎么样在这个都市这个环境里面保持安全 比如说防止诈骗啊 然后最后呢就是说在这种心理健康上如何去保持 这些都是一个重点 好活动上面的话呢就是时间有限我就快速的过一下 就是在国际学校有特别多的一个活动 然后呢这些都是英国学生 就是说我们高中部的英国学生还有我们国际学校里的国际学生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我就简单的说几个应该来不及说所有 比如说什么游泳啊或者是说网球 或者是说骑马 还有的话呢就是足球 高尔夫 基建 吉他 健身房 或者还有跳舞 艺术 羽毛球 篮球 桌游 还有棋类的项目 辩论 经济非常多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而且这些有可能每年都会变 所以就是说如果学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组织 好下一个的话呢说一下一天早上的话一般是8点到8点半吃早饭 然后的话呢就8点半到8点40的话就是先要到教室里点到 第一节课是8点45然后呢10点20分会有一个15分钟的休息 然后后面10点55上课 在后面的话12点10分到11点15有一个小时5分钟的一个吃饭时间 然后的话这个时候学生也可以去做一些补习 如果有一些课程不明白的话 这个的话都学校里会有专门的老师组织 然后也有一些俱乐部之类的 然后1点15的话是午饭后的第一节课 然后3点到3点15有一个15分钟的休息 然后3点15是下一节课 4点到5点45呢这个时候就是课外活动时间 然后5点45是晚饭会有一个小时 然后7点到9点就是一个自习的时间 好 个人看护上面的话呢 学校里也会给学生就是说提前到了的话 那就是说会给你一个信息 后面的话就会给你一个介绍 然后的话呢会给家人做一些报告 一般是一个学期的话会有两 就是说前两个学期每个学期有两次 最后一个学期是有一次的报告 然后呢这个每个班都会有一个班主任 然后的话呢还有老师还有家长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副校长啊 或者是说学校的校长 学校里面有一个护士 然后还有什么当地的医生 然后的话还有些咨询师 就是说保证学生们是身心健康的发展 好 说一下我们的那个成绩 25%的学生呢都拿到了最高分是9或者是A星 然后27%的学生的话呢 他是拿了一个更高水平考试里面的A星 44%呢是说他们拿到了这个中考里面的8到9分 等于说是第二高的成绩 然后所有的成绩里面 他说7到9 等于是说最高的三个党 这个是他们的成绩非常好 好 这个我们刚刚说过了 说高中部的学生 50%的学生都会去一些非常有名的大学 好 当然就是说呢 国际学校的学生 他们会去一些非常好的高中 就是你可以继续留在我们学校读高中 或者也可以说是去一些当地的更有名的高中 比如说什么哈罗工学 或者是更多一些比较好的都可以选择 好 这个呢是学生说的 就是他说呢 在这个学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他喜欢这个老师 他们非常的好 而且总是就是说帮助他 然后的话呢 一个班大概只有8个人 所以就非常容易集中 然后的话呢 在他以前的学校他有35个学生 然后在国际学校 他们会有很多人从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来 所以的话呢 他喜欢跟朋友们聊天 然后呢 这样子可以学很多不同的知识 然后也可以提高英文 这是一个泰国的学生的反馈 这是一个韩国学生的反馈 就是说最喜欢的学校呢 是说他各种各样的国籍 然后可以学习不同的文化 后面的话呢 他说他来这个学校学习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喜欢这个牛津学习的一个氛围 因为的话呢有非常多的好的学校 二的话呢 他说老师跟学生之间 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氛围 然后他觉得他会很享受在学校里学习 刚刚是韩国的一个同学 这个呢是葡萄牙的一个同学 这个的话呢 说的是最喜欢是因为 每个学生都非常的就是善良 也会特别的关心别人 他们和父母的话搬到牛津 就是希望呢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跟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的人一起接触 在这里的话呢 他学到了这种小班课 然后呢 老师特别的好 后面呢他说他学到了很多这种不同的 发展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客户班的一些兴趣 然后呢 他喜欢的是电脑编程 俄语和摄影 好 那为什么要就是说 在高中部之前来学呢 就是说会给你更多的时间 去适应英国的教育系统 然后提高你的语言 也可以把基础知识打得更老一点 二的话呢 就是你有更多的机会去拓展 就是说不同的科目有哪些知识 然后你可以提前有些时间 去做好一个选择 觉得高中部我要选什么 后面的话呢就是说 可以认识一些其他人 都跟你有一样的经历 再后面的话呢就是说 在英国之外的学生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些常识上面的东西不明白 然后你先来的话可以先适应 然后的话呢就是提前准备你的高中学习 再一点就是说 你会在一些学科上面有一些背景的了解 然后在你学习高中之前 最后就是说你可以有更好的基础 去看看你到底高中有哪些选择 好 现在呢我们就移到这个国际的这个住宿 所以的话呢 他们有三个寄宿部 第一个的话是男孩女孩都有 是9到10年级 第二个的话是只是女孩子 是11年级 后面的话是只是11年级 男生和女生都有 第一个部分呢可以看看他的一个照片 这是他们的一个内部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休息区 好 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是女生部的了 然后他们这里可以吃饭休息 然后这是内部的照片 然后这是他们的休息区域 这里的话可能就有一个像小厨房一样的 大家可能可以乐一些东西 好 我们说一下高中部 高中部的话呢是一半一半的国际学生 一半英国学生 然后的话呢走读学生和技术学生也是一半 然后的话呢 他们有35个选择 好 因为时间有限 我可能就快一点走 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很多的课程的选择 比如说生物或者是音乐 或者是西班牙语 或者是纺织摄影 都会有 后面的话呢 说到他的一个课程之外的话 就是他是在学术上面 希望有更多的一个拓展 然后的话呢 可以帮助学生去提高他们的一个学术兴趣 然后的话呢 有些人可以是学这些 只是发展类的 就是说去发现这些课程 到底喜不喜欢 有些人会说 我在这个课上面已经很喜欢了 我需要再深度学习 或者的话我们还有一些研讨会 然后呢 还有一些这种特别快速的这种 只是测重于某一些科目的 比如说医药 牙医 或者是受医 或者是法律 或者是牛津剑桥大学的一个备考 最后的话呢 我们会有一些这种 专门的这种学术上面的一个教练 然后去帮助学生去达到这些目标 这个的话呢 是属于一个课程 就是说在高考之外的一个课程 这个的话可以帮学生提高他们的一个 延伸的一个兴趣 这些的话呢 可以是在学术上的 也可以是说学术之外的一些研究调查 然后这些的话呢 就是每个周都有一些课的 然后也可以 好 个人这一块的话呢 就是每个学生都会有一个 老师会经常每周就是会见到他们 然后会跟他们确认一下 他们学术上学的怎么样 生活上怎么样 然后呢大学申请怎么样 或者说在学校里面 有没有参加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的话 也是像我们之前说的 各种各样的都有 什么高尔夫 网球之类的 好 还有的话呢 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网球训练云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说有三个半小时的一个班课 的话呢 你还可以去当地的这个俱乐部 而且还有两个小时的一对一的课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说到他的考试结果 就是说百分之三十一的人 是拿到了最高分A 百分之四十四的人 是拿到了最高的两个分 百分之六十六的人的话呢 他是说最高分里面的一个中考 然后后面的话百分之七十八 就是说是在那个延伸学习上面 百分之七十八的人都拿到了最高分 好 这个地方就是说到高中部的一个住宿环境了 然后的话呢 这个是第十二年级 这个是中间的话就是混 就是说整个高中部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整个高中部 这是住宿的外部 住宿的礼部 好 这个是住宿里面 他们的一个小休息室 或者写作业的地方 这是他们的里面 这是小厨房 休息室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休息室 里面还有一家钢琴 然后好 主要就是这些 谢谢 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呢 请告诉我们 我们会尽快回答 好 谢谢 那我这边收到几个问题 有台湾的学生吗 有的 接下来是 有一定 英语程度的要求吗 中学部的话是要四分 然后的话呢 在那个高中部的话呢 它需要六分 我们会有一个提前的面试 所以的话呢就是 如果要是英语没有达到水平的话 可能需要先去学一下 但是这个也可以问一下学校 有可能有很多学校都是可以 提前给一些英语课程的 然后等你到了那个程度 再看看能不能学习这个 但是这个的话可以在确定以后 再跟学校沟通 好 谢谢 自习时间一定要参加吗 对 是必须要参加的 好 长期假期可以留在宿舍吗 他不能待在学校里面 但是我们会给他安排 英国的这个住宿家庭 或者他也可以回 好 接下来是换房容易吗 需要跟那个老师说 看是什么情况 如果这个情况合理的话 我们是可以跟他换的 但是如果情况不合理的话 可能老师会做这个决定 OK 好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 有提供素食吗 对 我们有素食提供 好 谢谢 今日的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参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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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